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觉得奇怪 一向不可一世的阎都君怎么会亲自去参加公爹的寿宴呢 如今看来 当日他们去参加寿宴是假 寻人才是真 她记得 灵溪是孤儿 年幼时因为战乱与亲人走散 或许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今夏眼珠一转 看着灵灵 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灵溪的姐姐 灵灵听到今夏提到灵溪 一脸不悦 愤恨得道 你不配提她 今夏心中一喜 果然猜测得没有错 她乘胜追击 得道 是你不配提她 严世犯见今夏出眼顶撞灵灵 再一次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 灵灵谋色间越发冷冽 沉声问道 你凭什么这样讲 今夏冷笑一声道 你虽然是她的姐姐 但是却也一直没有在她身边照顾她 真正给她温暖的是陆家军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只是在自我感动而已 你当真知道她最喜欢什么吗 你知道她临终前的最大心愿是什么吗 灵灵的心微微痛了一下 只因眼前的女子说的是事实 她眸色不似刚才那般尖锐 气焰不似刚才那般旺盛 不过 面色却依旧清冷 态度却依旧高傲道 这么说来 你很了解她 是 我很了解她 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知道她喜欢做什么 知道她喜欢什么人 但是我却不想告诉你 虽然你医术高明 但是你却不及灵犀万分之一 灵犀医术或许不及你 但是 她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她不及你这般狠 今夏研究过人的心理学 她看得出来 灵灵的情绪 已经被她带动起来 随即 她拉起陆毅的手 道 陆毅 我们走 不必求别人 这个孩子与我们无缘 我们认命 严实犯见陆毅和今夏要走 便立刻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不让他们出门 良久 只听灵灵弱弱 得道 指拦 将陆夫人带到客房去 宰夫人一听林灵的话 立刻露出了笑容 她快速地走到今夏的身边 扶着她的胳膊 在她耳侧轻声道 还不快谢谢我家夫人 陆毅见状 抢先今夏一步 道 多谢夫人相救 今夏没有言语 她的神色不似刚才那般咄咄逼人 反而有些落寞 她被宰夫人搀扶着 默默地跟在林灵的身后 心里默默得到了句歉道 对不起 灵溪 我不该利用你的 你会怨我吗 今夏在宰夫人的搀扶下 来到了客房 陆毅被林灵的丫鬟拦在屋外 不得进入 她重新剃筋下枕了脉 闻了闻医院剃筋下开的保胎药 微皱着眉 一脸不屑得道 把这个药扔了吧 她身侧的小丫鬟将林灵的医药箱拿了过来 又按照林灵的吩咐打了一盆热水 放在了床边 林灵从医药箱内拿出了一排针灸用的针 长短 粗细各不相同 随后对今夏道 你放轻松 不要有任何的心理顾虑 从现在开始 闭上眼睛 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今夏按照林灵所言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将自己完完全全交给这位性格怪异的女医师 她相信她既然答应了要救自己 便不会害自己 今夏感觉到各个学位思思的疼痛 随后又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艾草香味 她仿佛看见了一个小男孩 在冲着她笑 那个小男孩的眉眼像极了路易 她慢慢地靠近这个小男孩 想要抱一抱她 可是 她却跑开了 她感觉自己的眼皮十分地沉重 只听见耳畔隐约传来林灵的声音道 用温水替她擦一擦身子 只听见路易回了一句道 知道了 谢谢 随后 她便陷入了梦乡之中 等她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日清晨 路易趴在她的床铺前一睡着了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在阳光的照射下 她灵脚分明的脸格外的俊朗 今夏轻轻地抬手抚摸着路易的脸 还好 他们皆平安无事 路易是被今夏的轻微小动作给弄醒的 她睁开眼睛 正巧看见今夏盯着自己瞧 她柔声问道 身体怎么样了 可还疼痛 今夏摇了摇头 道 好多了 睡了一觉 感觉没有那么累了 路易放心地点了点头 道 阎夫人说了 要斟酒半个月才能好 我已经暗中给父亲传了口信 我们暂时在阎府住上半个月 可是 今夏担忧阎师范中途变卦 会对路易不利 没有可是 眼下 你和孩子的健康最重要 路易打断今夏的话 轻轻地在她的手背上落下了一吻 今夏看着眼前的路易 目光变得柔和好多 不知是不是怀孕的原因 还是被路易给感动到 她鼻子有些发酸 眼眶逐渐地发红 想着自己对她的折磨和误会 不禁有些内疚和自责 她不禁暗暗埋怨自己 当初为何要狠心伤害她呢 她应该感受得到的 她心里眼里皆是自己 路易见她眼眶发红 宠溺地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问道 怎么还哭了呢 今夏感动地看着路易 深情得道 路易 今生能遇见你真好 今夏突如其来地表白 让路易危棱片刻 她望着她 她一望着她 两久 只听路易低雅的声音传来 今生能够取到你是我的姓氏 她的声音 说不出的魅惑 今夏看着她的薄唇 情不自禁落下了一吻